該月發生過的蜜山大大大 是大大高的高峰山區 剛才一般小洪分隊救災紀念之外 也算學習大大救災救完 該冠的小洪局在日空11年 成立在將訴求大隊 未來的全東小洪市 參加中級訴求隊的認證 認證通過之後 大大洪派出國際人就救完 輪班變做 全東國外來救災 他玉竹裝之後他進來 他這邊裝完之後他就要進來 進來就是他就等這一根 就等這一根 所以你們時間上可能互相要配合一下 如果說因為我們出來 他這一根打完 在上面的那個直檔打完 還有旁邊的這個 這兩組甲板打完之後 他就準備要等你這一隻了 所以如果說他在打的這個過程 你可以把這兩隻頂跟底都做完 又做好這一隻那就沒有問題 對說大隊為了很正 按摩上我的確定 這次起名記載 是用在老闆有幫忙的風險 就說台灣要進入救援 依其名記載的方式 跟風險講解 方便訴求人員是來地形任務 那支撐有分成兩個這個牆面的支撐 還有這個樓梯的斜坡的支撐 那看到各位這個特殊同仁 志氣高行那個戰鬥力都非常的強 非常的欣慰 那今天特地來看一下訓練的小成果 那這些成果當中我們看到 雖然是簡單的裁切 跟這個斜面的支撐 事實上要運用很多的力血的原理 那我們這個特殊隊員 經過這個精神的部分 我們相信我們嘉義線特殊隊 在今年的操作當中 一定能夠順利的完成 在婚人的過程當中 東京用心還是專業的救援技術 和安全的觀念 提升助救和救人的力量 開動在未來在行救援的時 安全完成任務 記者分享給大家的觀賞報道